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南洋街韓國無名料理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據說他們料理很美味,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滿滿的排隊人潮喔 那邊停車很不方便,就自己要注意了 這家生意真的是滿不錯的 等一下喔,那是一次服務一個客人 好,謝謝 謝謝小星期,你好 我要一隻小的香菜,然後辣的麵包 然後一個蔬菜餐點 三串,魚板 三串韓國魚板 好,這張M少點喔,這個他最愛 三串你要放一杯嗎?還是要分開嗎? 可以開嗎? 對那邊太陽 我不太愛了 那邊太陽 很快 正面 好特別喔,用杯子裝 我們是泡菜的飯捲儀的嗎? 對,這樣跟韓國差不多 應該是跟韓國差不多 好,那後面這邊就有在做這個飯捲 好,那等一下就品嘗看看 好,這樣總共390 好,謝謝 好,不然叉子要留嗎? 有 好,再來就找地方開箱 好,那緊接著就來到台北市非常有名的李媽媽麵館 這是這間店的招牌 這是這間店這邊的樣子 這家這邊也是非常有名的店家 要吃飯吃麵,吃招牌 你好,那我一個雞腿飯這邊吃 好,是內用的喔 好,是內用的喔 好,因為我們今天來的比較晚 所以那個豬腳跟蹄膀都賣完了 好,謝謝 好,它那個有點調長 其實我原本今天是想吃豬腳 好,那先拍這家店的這個便當 雞腿看起來多漂亮 好,先吃看這個便當 大大大雞腿 嗯 嗯 這爐得香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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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雞肉很嫩 很好吃 這滷雞腿非常香 喔 真的很讚喔 皮薄肉嫩滷汁香 這不是好吃 滷的很香 然後雞肉很嫩 好 真的很棒 這個單吃也好吃 不會過鹹 鹹甜鹹甜的滋味 然後微微帶著香料 好吃 滷雞麵應該只有蔥薑 蔥薑八角的吧 應該是比較單純的味道 很好吃 但我覺得是滿分 難怪很少要跟著點一分 看到就是 嗯 太一樣 這個滷雞應該滿適合配飯 嗯嗯嗯 嗯 好吃 好 配菜也好吃 好 讚讚讚讚讚讚讚 弱 veel anyway 好 淡椅很好吃 好 蛋鹽好好吃 稍微是 這個小小的 constern 口味相當棒 好,那最後是這家的配湯 從頭到尾都蠻棒的,這個是豆腐湯 好,那我覺得是滿分讚 雞腿真的很好吃 讚 好,再來是剛剛第一家的 那我們點的那個是泡菜飯捲 好,現在吃吃看 嗯 好,就韓式那種 飯比較偏軟一點 好,中間有一點點泡菜 好,這樣看比較清楚 有蛋,然後有炒過的紅蘿蔔絲 然後泡菜跟塔庫旺 嗯,但是我覺得我們永何嘗試那一家比較好吃 你吃吃看 好,你少見聽看看喔 因為它皮沒有切斷,所以會裂開 口味上啊,就是飯的軟硬度跟它調的味道 我覺得比較喜歡吃永和的 嗯,這邊的 味道比較平 沒有人經驗這個 所以我說這個是看 每一個做法不一樣 它裡面喜歡加什麼 好,這個不如吃永和那一家 不過它現在去韓國了 嗯,快點回來 好,那這個我覺得是80分 好,再來這個是我 我平常在台灣通常都沒有很喜歡的豆腐雞啊 它醬的味道是對的 但是 它年糕比較軟 好,醬是韓式的啦 甜辣甜辣的 好像調的比較甜一點 嗯,它這個魚板是韓國的 好,來吃吃看 豆腐雞 還有一顆蛋 你吃啊 因為韓式的裡面都放一顆蛋 不過最主要它那個醬的味道是 就是韓式的味道 它年糕就偏軟 沒有像在韓國吃到那麼Q啊 嗯 我覺得好好吃啊 嗯 好吃 它可能是為了迎合台灣的口味 所以把那個辣度降低了 嗯 變比較甜 它是去那個米市場的時候不要吃 吃這個就好 嗯 分量又多 它分量是很多啦 就是它這個 可取之處就是分量很多 當然是 口味就是各家各有巧妙 巧妙啦 這個OK啊 OK 80分 2分 80分 好 再來是這個韓式冬粉 它好像調味都有點甜甜的 哈哈 好不過看個人啊 可能也許 把口味調甜是他們這家的特色 然後冬粉比較軟Q一點啊 好個人覺得還是 是 我們永和式那家比較合我的口味 好因為食物是很主觀的啊 所以就我剛才吃起來感覺就不一樣 就我個人不代表全部的人 好那剛才說這個 魚板湯很好喝 好吃看看 嗯 好但是我之前在韓國有吃過不少馬車啦 這個 還OK 然後湯是那種深顏色的湯 嗯這個比較像 比較像在韓國街頭小吃吃到的感覺 好這個90分 嗯 剛剛那雞腿滿分了吧 嗯 嗯很好吃 嗯 啊這個也還不錯 很好喝 嗯 好那這個就是南洋街很有名的無名韓國料理 嗯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上一塊 然後就把我們的意見當作參考 掰掰 拜拜 拜拜 拜拜